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用到繁体字 我想知道你用繁体字是不是为了能够有机会带出你到台湾交换生读书的这么一段经历 为什么要用繁体字 老师其实这样的 因为你也看见了之前我有写学号和课程 其实这个是我在台湾学习创业的时候的一个期末作品 对 本来是要放在第二环节的 本来我觉得更可以用来介绍我自己更适合就把它放在第一个环节 小辉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这个品牌策划的这个工作 品牌策划的这个工作是在我去台湾交换的时候在那边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学生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创意有创意 所以我也想去学习他们为什么会有创意的根本原因 当我接受到了那么丰富的大学生活 在做创意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我才觉得这以后是我想要做的工作 我想问一下去台湾做交换生 一般对大学的学生来讲是一个机会 我们学校也有 你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被选中做台湾的交换生的 因为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跑学校的那个港澳台交流处 天每天都去跑 每天都去 是什么支撑的你一定要去成行呢 我觉得我需要出去可能去寻找一下新的一个天地吧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观太狭隘了 因为在我因为我是大三去的台湾交换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的人生观太狭隘了 在此之前我把大一大二这两年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了校学人会的工作上 但是在最后我竞选主席的时候我没有选上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可能大学就这样了 就失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的沮丧 每一天都醒来就和睡着是一样的 对 就是你那么严重 你大学四年的这个必修课对你来讲毫无意义 有两年是全身心投入到学生会 然后第三年是到台湾这个交流研究策划 大一大二的时候真的是不开心 不是说我故意地名 他真的是不开心 我不想说他开心 为什么要说他开心 为什么就是因为一次落选 还是中间有很多的过程 大一大二没有落选的问题 所以大一大二没有落选的问题 是学成绩差 对吧 是 我担心 学成绩差 沐妍你别抢我 问人家为什么不快乐 我有个想法 为什么不快乐 为什么不快乐 大一大二 就是追求错误的东西 你追求什么是错误的 比如说 功力 功力 大一大二追求什么功力了 其实我理解 其实我理解 其实让他自己说 其实学生会的工作是千篇一律的 我从做第一个活动 可能你是熟悉 第二个你就比较的熟成神巧了 第三个你就很会做了 但是你一年 我这一年会花费掉很多学习的时间 很多其他时间 可能做三十几个活动 其实没有必要 这是为什么做三十几个活动 因为我最后想去选那个主席 目的性过强了 是吧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 很敏感的 非常脆弱的人 他没有你想象的那样说 大男子汉可以承担起什么东西 不太可能 所以这是他的性格特征 我在他旁边 我越来越紧张 我紧张 原因是你的表情 越来越面目猙獰 有吗 如果你觉得别人面目猙獰 那是因为你在心里面 先面目猙獰 如果你觉得别人很纠结 那一定是你比别人还纠结 你是谁 反在镜子里面的别人 就是你内心真实的写照 淡定 平静 好不好 所以你现在就有点 回到了那个学生会 补习打变的那部分 失败的那个经验 有没有点感觉 张老师其实这样的 我想解释一下 其实我现在 其实我现在一点都没有紧张 我之所以越来越紧 是因为我想 有一个可以看起来 比较好看的姿势 所以我一直这样 我一直用 做一个男的 不管是作为男的还是女的 你皮的这么开 肯定不好看 你就老老实实的 把腿病上 或者呢 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好吧 洗特别宽 劈腿不是件好事 好吧 小伙众问一问题 你第一次用两年的时间 然后培养了你想当 想竞选学生会主席 结果你落选了 你感到万念俱灰 然后你就去台湾 这个找了这么一个机会 去学营销策划了 去逃难了 如果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最后发现 12个老板里 也没人选择 你做这个策划的这个工作 你会不会还会 黯然神伤的离开这 又想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不会了 不可能再因为 你们把我拒绝掉 我还感到黯然神伤 那我问你 现在是做好了 那个失败的准备呢 还是做好了 能够被今天被录取的准备 都准备好了 12盏灯第一轮全面和 12盏灯最后全亮 我都准备好了 它是一个矛盾结合体 它身上既有特别自信的部分 又有极其敏感细腻 细腻到 轻易不能让人碰 我可以稍微说点反对一件吗 我不觉得让它自信 它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人 但它确实有点小才气 它是一个玻璃球 是玻璃球 好 12位 你们决定 陈汉好 应该留下来 还是离开 请选择 大家速度也太快了一些吧 美霞为什么离开 就是这样 我觉得 我觉得她完全不相信 自己能做成什么 她做的所有准备 我跟陈老师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我接受了最不好 我可以接受 所有人给我的最不好 我觉得心态不积极 如果是在企业里出现这种状态 你前期对她的辅导啊 培养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明白了 我觉得不适合我 其实 对 我也是担心她的心态问题 另外就是 我觉得你想做创意 创意你作为应届生的话 其实我是希望看到你的一些灵气 但我没看到这种灵气 所以对不起 我离开的原因跟他们不太一样 我最担心的是 我感觉她对工作的期望 和真正职场上 实际的工作的差别 是非常巨大的 明白了 而这个落差 其实那么她到任何一个岗位上 如果没有摆扔这个心态的话 她都干不长 好 谢谢小辉 不管怎么样 还有四位留了下来 大家离开的稍微有些匆忙了 汉好 希望 上扬 好吧 要向四位证明 天生为我 她是有一点小的财气的 但是我也是要想使劲挖掘她的财气到底是什么 它到底有哪方面的才能 所以我留下的灯也是想 就像我刚才提的问题 你能不能多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 你到底做哪些 让别人一说 别人就 这个事真不错 这样的事情 我想多给你一点机会 想听一听 说一件事 我最自豪的亮点就是 我大三回来后上课的时候 我说的问题可以难倒教授 你的那种快乐满足感从何而来呢 就是把老师貌似弄得哑口无言 有可能 因为老师都比较就是诗心仁德 就是看这个孩子这样他不会来说 反而会鼓励你 所以我比较喜欢老师 其实我觉得他有个优点 就是不会太多的粉饰 比如说去台湾交流的时候 我相信90%的人会说 因为我很优秀啊 我是学生会的干部 他会说是因为别人去不了自己去 是点至少说明一点 他很诚实 是有点 不过有个问题是 有点太真的太绕了 甚至可能有点装的感觉 我很优秀 你猜吧 是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我就觉得 我们可以不夸张 我们不夸大 但是我们也不能缩小吧 你现在好像就是把自己 用一个壳包着 没错 我也有这个感觉 因为 我个人的观念上 我不认为直接把事实摆出来是游戏 我只是想通过就是我的性格 我个人跟看中性格 其实 我觉得刚才问题也都露出来的 也许他不是在装 他是真的认为 以前的一件事情 没有给他带来过真正的快乐 有可能 明白了 其实你不是很自信 我其实 我觉得 他长得挺帅的 在浙江这高度 已经很不错了 小飞 浙江都很高 来 那个短片也做得非常有才华 刚才对他印象特别好 哎呀 又是一小伙子 我们那儿女孩多 然后 哎呀 片子也好 但是这印象一路往下滑 一路往下滑 我就特别的纠结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除了什么广告营销啊 什么策划啊 品牌推广这些 就是 这种可能学生看起来 比较炫的工作以外 正经工作你做吗 什么叫正经工作呀 你能取个正经工作的例子吗 比如说 他取个不正经工作的例子 他不大熟悉正经的 比如说 人力之缘里的招聘的工作呀 这种销售的工作呀 这些考虑不考虑 对 这些其实是我不擅长 不是我不考虑 这个不适合他 没人毕业了擅长 就算了 都是从头开始 我说我不擅长 是因为性格不擅长 OK我知道了 没有必要把自己 装得那么强大 这样的话会让自己太纠结 可以加一点补充吗 好的 来陶老师做最后的补充 问题比较大的是 你有这个失败的倾向 这个很可怕 就什么事情一放到你这儿 你不是说做好了 这件事有可能会成功 那个话只是你说说给自己听的 你心里边其实认为的是 所有的人都会对我不好 他们都会刁难我 他们不会欣赏我的才华 所以我会落败 这个是你固有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可怕的 因为邻居家的苹果被虫子吃了 所以每天看到自己家的苹果 上面有个小黑点 都把它误以为是个大虫子 对明天我就给邻居家浇水 好非常好 这样的状态就好了 现在有四位留了下来 你们现在决定 让汉豪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直接面对 好吗 这次不许再去台湾了 不会的 好吗 直接面对 有什么话跟大家说 作为一个曾经在选举中落选的学生会干部 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你今天站在这儿 气宇轩昂 临阵不乱 这是当年你搞文体活动 给你身上赋予的价值 当不当那个主席 当主席的又如何 真的这句话 你看我不当主席 我竟然当副总裁 你急眼了 小康 我想说一句 我听了这么长时间 我是觉得你回去 希望你能够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判断成功 和幸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而你过于功利了一点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样一句 简单的话 功利点没什么坏处 我们功利有时候也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功利应该是动力 它不是唯一 它不是唯一 如果你要把功利当成负担 如果你要把功利当成负担 如果功利就必须要有回报 太累了 而且 别老关注邻居家的苹果 好不好 算 ba 闻嘛 不用担心了 supposed to be 好吗